會變成水 變成很稀很稀的水分 你明白嗎 我再攪拌它 其實它也會變 但它沒有那麼快 這個好像水一樣 大家好 我是May 今天我又想到E-Stella總部 跟它了解一些新的產品 在過程當中有味白產品 遲些介紹 同一時間我又捉到Taki Nami 跟我們做另一些實驗 今天有很多實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E-Stella的BSS 是可以怎樣分解我們吃進去的糖分和澱粉質的 Taki Nami-sa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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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 Nami-san很厲害 其實不是營養師 他是教營養師的師傅 所以他對身體營養學 怎樣吸收令自己沒有過半 同時不能吸收營養 很有研究 其實很多朋友已經吃了 E-Stella這個沒有人不懂 不過除了好份之外 他究竟怎樣可以吸收少些糖分和可以收身 真的有朋友可以減到磅 其實他們兩樣東西 主要成分是很阻截到我們主要 令到我們肥本的物質 就是澱粉質和糖分 澱粉質很主要都是用它的酵母成分 但其實有朋友都說 烤帽我知道 就是這些吧 就是這些吧 會買到的 是一粒粒的 這些狀態 有甚麼分別 正在問 但剛才我捉著Taki Nami-san 就想問一下究竟這些有甚麼分別 以及我們的膠囊有甚麼分別 原來都很大分別 因為它也有酵母和酵素 它要將它變成一粒粒 它要做到很多加工的工序 第一 它會加了很多雜質 令到一粒粒 第二 它裡面的酵母成分 因為它的生產過程 令到它不是生 死了 所以我們就要示範一下究竟有甚麼分別 現在在桌面上 這個被我硬碎了 就是這個軟狀的酵母粉 就是酵母酵素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East Stella 這個Bislim裏面的酵母 這裡有兩粒是甚麼來的呢 Taki Nami-san 準備和我們做的實驗 就是分解澱粉質 這些澱粉質 我們是用一些英福粉 混合水 然後把它變成一粒 這些水分加澱粉質之後 會一粒粒粒在這裡 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示範一下 好了 開始實驗了 對 很稠 這個很稠 這個固定的狀態 每次都要混合水 對 怎麼搞都不變水 它是會一粒粒粒 對 完全溶解 對 這樣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 每次都要混合 沒錯 份量一樣 因為教授說幫我們看 好 磨成粉 這個是一粒的份量 我們剛才把它壓壓壓壓壓 這樣做 幫你 多一個切 更快 多一點好一點 然後混合 再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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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煮菜 好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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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變成水 但可能 還不可能 溶解 也加了很多成分 好 它還是稠稠的 哎呀 它還是稠稠的 選哪一粒呢 選一粒最淺 最淺的粒 好 它沒有壓成餅 這是一個純天鹽 還有沒有其他醬 混合 一樣的攪拌 明白嗎 它已經開始 很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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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特地 你看 它沒有那麼黏 混合 變成水 變成很稠很稠的水分 明白嗎 我再攪拌一下 我覺得 其實它也會變成 但它沒有那麼快 哇 你看 它好像水一樣 好像水一樣 好像水一樣 哇 再攪拌 這裡還有 這個粒 仍然很黏 它也有分解 它也有分解 好 好 那不如看 這個兩個一起 你一起來看到嗎 這邊呢 這個就是外面的酵母粒 這個就是E-Stella 我真的沒有做任何剪接 狀態我看到很誇張 很快 首先快 第二就是溶解的狀態 是比較盡 你看 好像完全溶解 這個也是一半 有七成 再繼續攪拌 也有機會溶解 但時間也需要長一點 所以這個實驗 教授告訴我們 他說是因為這些定 這些粒粒 日本也有很多 很流行這些粒粒粒 但在加工過程當中 它需要加多一點其他物質 令到它才能做到 壓一粒粒粒 而且終於要加熱 好像中間要加熱 所以裡面的酵母 就會變成油酵母 但不是生酵母 即是不是活酵母 這個就是其他品牌 所以分別在這裡 就是對於澱粉質的作用 會慢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盡 就不能去到